一场百人参与的抢劫大案 经过审理 头目竟然只是一个不满18岁的年轻人 一桩历时一年半层层复合批准通过的案件 竟然遭遇犯人翻供 罚场喊冤 面对猝不及防的变化 是重新调查还是置之不理 一桩历时五年的传奇案件 怎样由此揭开序幕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林前 为您讲述临行乌冤 第二集 强盗头子 反共了 光绪五年 一起百人参与的抢劫大案震惊河南 为暗时破案 保住官职 主审之县将一名少年诬陷为土匪头子 之后从县里到府里再到省里 甚至就连朝廷新派的河南巡抚都帮忙掩饰 而真正的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 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 被诬陷的少年能不能死里逃生 那些制造冤案的官员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系列节目临行乌冤 法律讲堂文史版 敬请关注 河南张楼村首富张肯唐家遭遇盗费抢劫 巨额家产被洗劫一空 在当地支建马铸的严刑拷打之下 一名不满18岁的年轻人 很快便承认自己是匪首乌体安 并被判为斩力决 在接下来一年多 将近两年的时间里 这个案件的判决逐级通过了上司的审核 走完了所有的上报程序 并最终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 眼看这桩道案即将落幕 为首的人头即将落地 可这时候犯人突然喊冤 他是真有冤情 还是为了保住性命而信口无说呢 根据史料的记载 在罚场呼冤的详细过程是怎样的 在他喊冤的过程中 又发生了那些离奇的事件 晚清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笔记 叫村民任一路记载 这个监展的这些监展官 还有扶标中军参将 驾驶着监车 这个监车呢 结果走着走着的时候呢 不听人的指挥 直接奔入到哪里呢 奔入到城隍庙 任凭怎么来驾驶这个马 都不听 由于犯人一路上 不停地喊叫自己冤屈 又有监车马匹不听使唤 直接进入到城隍庙的事情发生 这个围观的人群 尾随其后就越聚越多 人们纷纷议论 有的说监车直接进入到城隍庙 这显然是城隍显灵啊 这个案子显然不公 还有的人指着盗犯说 你看他那个样子 瘦小林寻 若不经风 怎么能窥视正道呢 这一幕也让监展官吓得目瞪口呆 因为他知道 对于难以审理的案件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什么呢 在城隍庙进行审 是中国传统当中的一种审判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巡抚的衙门跟城隍庙呢 挨得非常的近 所以就听到外面呢 这个呼喊的声音很大 所以巡抚屠宗营 立刻让自己的手下人打探究竟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派出的人还没有走出去呢 就见开封知府唐仙阳 急急忙忙的跑了进来 向巡抚禀告 说犯人胡提安罚场呼冤 犯人罚场呼冤 听到这个消息 河南巡抚屠宗营十分不解 因为这个案子从支线审理 到逐级复合上报 乃至皇帝勾绝 犯人一直都是供认不讳 这么漫长的过程中 一年多的时间里 有那么多机会都不翻案 怎么临到处斩了 犯人却突然翻供 声称有冤呢 此时的途宗营下意识地认为 这恐怕就是犯人为了多活两天 而信口胡说 可歼车一路狂奔 不受控制 竟只驶入城隍庙 又似乎是在冥冥之中暗示着什么 那么突然出现这样的意外 他会怎么办 这次的行刑是继续 还是终止呢 那我们知道 中国从唐代的时期 就有法场呼援 终止执行的做法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道下留人 到明代的时候 形成一个完善的一个制度 所以他规定死刑的囚犯 如果从提到法场的过程当中 执行的时候 他自己呼冤 还有他的家属 来呼冤的时候 那立刻要停止执行 然后呢 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如果有冤枉 那立刻一律改正 那这些官员呢 要进行呢 惩罚 如果出现法场呼冤这种事情 官员置之不理 要加重处罚 所以到清代的时候规定 临行呼冤的案子 一定要上奏草体 也就是要报给清朝的最高司法机构 那这种情况事迹紧迫 这个图巡浮呢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讲 就按照法律规定 首先下令停刑 不能立刻执行了 并把这个案子呢 交给谁来梳理呢 当时梳理开封知府的唐显阳 他来审理 接到巡浮的指令之后 让熟理开封知府的唐显阳 大费愁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道案呢 就是现任的巡浮大人 在两年前亲自审理 而这个巡浮大人呢 涂宗颖呢 跟这个唐显阳的关系呢 非常之好 如果这个案子呢 如果认认真真审 很可能把巡浮大人呢 弄得这个无法收场 还有更重要的是 他一旦把这个案子真正的翻过来 他就等于说 跟河南的所有的官员 都在进行作对 等于说从镇平县开始 到南洋府 到安查史司 一直到省府的最高官员巡浮 把这些人都牵进去 这个对他的个人 那肯定很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是认认真真审 还是走了一个过场 就交差了 那我们看唐显阳 他的个人的履历 就能看出这个人是什么样 唐显阳是广西的宣化县人 一直在河南任州县官 这个人也善于制道 因为河南我们知道 这个盗贼非常之多 围观非常的干练 所以多次获得引荐 引荐就是到京城当中 得到皇帝的召荐 特别受到群府屠宗颖的赏识 所以忽冤案发前 这个河南巡抚屠宗颖 他就几次向朝廷当中举荐 唐显阳 这个人财食恋达 办事精勤 他现在熟理开封府 所有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可见他的财品非同一般 那唐显阳接到巡抚 这个命令之后 没有为自己的仕途前程 思考考虑 而是立即对忽冤案进行出审 他跟其他的所有的审案官员 可以说司空见惯的一种审法 不一样 哪不一样呢 没有动用刑具 结果这一审 让唐显阳大为惊讶 一起发生在深夜的抢劫大案 引发一次仓促的审理定罪 一份被篡改的汇报内容 导致一颗人头即将落地 而法场上的高声喊冤 巡抚大人的重审决定 又让案件重新回到了原点 再次审理 唐显阳的讯问会问出什么新内容 历史两年多的层层复合 最后连皇帝都勾掘的案件 又出现了怎样的逆转 法律讲堂文史版 继续为您讲述临行呼冤 第二集 强盗头子 反共了 那么这个在法场当中 不断呼冤的年轻人 对唐显阳究竟说了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清代 清宫档案当中的详细的记载 这个盗犯就跟他说 我根本不叫胡提安 家也不在南洋县 我的名字叫王树文 我是南洋府下属的邓州 东乡大汪营 这里的人 我家里还有父亲 母亲兄弟 我的父亲叫王继甫 母亲姓邓 我还有个哥哥 也是有名有姓的叫王崇山 他一直做小买卖为生 光绪五年 十月二十五日 也说道案发生的前两天 我因为花费了我哥哥做小买卖的这个钱 父亲把我一顿暴打 结果在家里没法待 所以后来就偷偷的把自己家里的六七百万钱拿出去就跑了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个问题青年 他结果一跑 跑到一个饭铺这个地方 就是类似今天我们的这个酒店 招待所之类的东西 结果到这儿呢 遇到了两个陌生的人 一个叫胡广德 一个叫范猪娃 然后呢 这两个人就问他 从哪里来 他就把他自己从家里头 出了事情 被父亲动打一顿 跑出来这种事情呢 跟两个人一讲 这两个人 说这个 那你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 你这身上没有带多少钱呢 怎么混呢 终究不是个办法 于是就跟这个 这个王书文讲 你跟着我们吧 保证你有饭吃 所以在饭铺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又住了一夜 隔了一天的晚上 这个胡广德和范猪娃 就讲王书文呢 带到一个庙里 他就见到庙里头呢 已经在这里头 有了多少人呢 五六十人在这里等候 后来又陆陆续续的 来了很多人 王书文对所有的人 都不认识 所以他这样一交代 一再跟唐显阳来强调 说大人 我真的不是南洋府直属的 那个南洋县民 胡提安 我也真的没有参加 抢劫镇平县张肯唐家的 这个团伙 我是被错抓了人 人驱打成招 我认了强盗 然后说着说着呢 这个盗贩呢 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下来了 他说你看我这个 几倍上面 伤痕累累啊 全部都是用大烟那锅烧的那个戳机 一个接着一个 一排一排的事 看着这些伤痕 听了新的供述 唐显阳隐约觉得 这个案子背后 恐怕真的是另有文章 但是已经断案几十年的他 不可能就因为几句新供词 几个旧伤疤 就贸然推翻以前的判决结果 于是针对案件中的疑点 唐显阳继续深入审问 他说此案已经一时两年 历经县府省三审 你为何一直没有犯案呢 而直到行刑时候 你才罚厂护约 这个是何道理啊 这个盗贩就说 我被抓以后 我押入到了县监 县监就是县里的监牢了 当天的中午 有一个牙医 好像是个总头目 这个人叫刘学泰 他进去看我 打量了好长时间 对我说 下午呢 县太爷就要审理 你们盗结的这个案子了 按照大清律法 强盗不分手从 都是一个死 我看你啊 年纪轻轻 挺可怜啊 这个王树文 见他这么一说 那吓得浑身之陡 想要自己的性命没有了 紧接着这个刘学泰 又跟他说 我想救你一条命啊 这个王树文更感觉到 好像这个生命在转机之间 所以一个就是叩头 千诚万线 说我这一切啊 就听官爷您做主了 这刘学泰 于是就对这个王树文说 他说上唐时 官爷呼你 叫胡体安的时候 你就答应 你就是胡体安 如果要呼别人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答应 又教了我不少的供词 所以呢 这时候王树文呢 半信半疑 但是呢 这个牙抑的总头目 刘学泰就跟他说 你没有什么怀疑 你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去替你 谋划出狱的事情 你只要咬定 你自己是胡体安便是 在镇平县是这个样 现在也审是这样 到了府里 也是这样 到了省里 你也一口咬定 你就是胡体安 如果你犯了案 你说你不是胡体安 或者是别人 那你就死定 这样的时候 我们知道 王树文把这个 他为什么从县里头 到府里头 一直到省里头 都没有犯案的事情 跟这个主审法官 唐贤阳说的很清楚 审问到此 唐贤阳心里是越神越美敌了 刘学泰为什么要让王树文冒名顶替 作为牙抑头目 他知法犯法 是自己的主意 还是受人指使 一个县补阳里的捕快头目 就能将一个人的生死操纵在鼓掌之间 一个已经被关了两年多的人 真的只是在最后关头才想翻案吗 想到这些 唐贤阳觉得这个案子蹊跷之处太多 不能轻举妄动 于是立即将出审的情况向屠宗营做了汇报 那么身为巡抚 对胡渊事件也负有连带责任的屠宗营会怎么做 那些听说了发场胡渊这件事的其他涉案官员 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又会有何行动 这时候我们知道河南省的官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临行胡渊案 虽然说从程序上来说简单 但是重新要审这个案子 这就麻烦大了 因为原来主审这个案件的官员 特别是从支县到支府再到省里的这些官员 脱不了干系 最重的刑罚是什么样呢 不但说他们的乌纱帽不保 还要担刑责 也要处于刑事的法律 那这样我们看 立刻会出现原来审里这个案件的所有的官员 从支县到支府到安查史斯 他们站队了 结成了一个利益的同盟 不管这个案子是否冤屈 首先想的不是这件事情 首先想的是自己的乌纱帽 绝对不那样的方案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谁得到了这个消息呢 就是当时审理这个案件的南洋知府 这个南洋知府呢 叫任凯 这时候他已经坐道远 但是他住在省城 所以很早呢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所以就在开封知府 唐贤阳在审理的时候 他就立刻第一个 到了巡抚衙门 拍自己的胸脯 说这个案子啊 是当时他审的 提审到犯胡提安的时候呢 我没有刑讯逼供 下面呢有郑平县的详文在 我听说啊 这件胡冤的案子 另有蹊跷 请巡抚大人 你亲自来审理 如果这个案子 下面这个说辞呢就很委婉 言外之意呢 你巡抚大人原来也是审理这个案件的最高的官员呢 如果翻过来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也就是为自己解脱 为自己洗清 自己没有刑讯逼供 那紧接着呢 当时署里案查史思 也就是一个省的最高司法官员 现在呢任道远 这是一个满人 他也向巡抚来禀报 他说我也没有刑讯逼供的这种事情 我的审理呢也是一板一眼 按照南洋府来报的这个来审理 当时呢 盗犯也没有翻案 那我们看 南洋之府和河南案查史 这两个当初审理道案的这些官员 在清代法律当中呢 专门有一个词汇叫做审转官员 这个审转官员呢 他们向巡抚当表态 实际上隐含另外一层意思 你巡抚大人当年奏报的这个案件 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算了 千里之外的皇帝怎么能知道这个案子呢 究竟怎么是回事啊 言外之意 就是诱导巡抚呢 把这个案子压下来 或者呢 草率的就收场 按照原来说 原审无误 报上去就完了 自己审核的案件 却在行刑的罚场遭遇犯人喊冤 初步重审之后 一桩冤案逐步浮出水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河南巡抚 涂宗营会怎么做 是听从属下的劝说 将这个案子悄悄处理掉 还是冒着丢官罢职的危险 向上级汇报 当整个案件的走向 都被涂宗营一手掌握之时 他会何去何从 法律讲堂文史版 继续为您讲述 临行诬冤 第二集 强盗头子 反共了 光绪五年 一起百人参与的抢劫大案 震惊河南 为暗时破案 保住官职 主审之县将一名少年 诬陷为土匪头子 之后 从县里到府里 再到省里 甚至就连朝廷新派的 河南巡抚都帮忙掩饰 而真正的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 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 被诬陷的少年能不能死里逃生 那些制造冤案的官员 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系列节目临行忽冤 法律讲堂文史版 敬请关注 那途宗盈应该怎么上奏呢 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 途宗盈 他的一个当官的履历史 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清 他以后对这个案件当中 如何来处理 他是安徽六安人 1812年出生 是个举人 早年一直做事业 太平天国进入到安徽时候 他办团恋 但仕途一直不顺 到了同志初年 51岁的陀宗盈 给谁当幕僚呢 就是当师爷 给曾国藩当师爷 那曾国藩呢 极为赏识他 称他是什么呢 三圣七贤 也就是圣贤一类的人物 由于他筹办军粮有功 又有军功 所以他呢 这个没有进士头衔 但是在曾国藩的 一再宝举之下 做了江宁巡抚 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 后来又得到 曾国藩的大弟子 这个人是谁呢 李鸿章 得到他的提拔 升任上海的道远 一路平步青云 由知府到岸查史司 到布政史司 到光绪二年 这个人出任了 封疆大吏 做了广西巡抚 一年之后呢 调任河南 这时候河南 我们知道 出现了大汉 他把自己的养联银 全部拿出来 镇绩灾民 所以在河南百姓当中呢 这个人很有好的名声 是个好官 一年多以前 上报这个道案呢 就是将胡提安 列为主犯 河南的最高长官 就是土宗盈 因此胡元安 如果真的审出实情 这个案子翻过来 那土宗盈要担任 承担什么样的一个处分呢 至少有实察之责 所以单纯从自身的利益关系来考虑 他完全可以把胡元安的轻描淡写 而以他的权势和在河南的这种威望 他也完全可以这样做 但是《秦史稿》当中 我们看陶宗盈 他的传当中记载这个人 为官政治 不必闲怨 以儒家思想 作为自己从政的一种理念和追求 于是他向朝廷这个上报当中呢 这个奏折呢 可以说不偏不倚 他主要讲了呢 四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就是河南振平发生这个盗案 经过朝廷批复以后 他讲胡提安呢 雁明正身 押赴刑场 但是呢 这个盗犯呢 刑场上面胡冤 二是呢 这个盗案呢 他经过唐贤阳初步的审理的情况 第三呢 他也讲到 就当时的南洋之府 现在升任道元的这个任凯 还有呢 前任的这个熟理的涅死 也就是暗查史思 他们两个人呢 都向他这里禀报 说他当时呢 没有刑讯逼供这种事情 这个不偏不倚 把各方面的信息都可以 最后他要拿出自己的一个看法 他表示呢 该犯胡提安 临刑胡冤 是否真有冤屈呢 还是他自己为了翻供啊 企图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他现在已经 林派啊 妥当的官员 正在赴审 同时呢 他让河南镇平县之县 马住 提审当时的呢 原来的这些所有的犯人 还有牙役 奢侈的这些牙役 还有原来的卷宗 一同提到河南省城 来进行审理 那途中营的这个奏报呢 可以说是胡冤案之后 清廷得到的第一次的奏报 那原来我们说 胡冤案也好 或者说河南那个镇平县的那个道案也好 它的影响范围仅限于在河南 但是今天不然 由于胡冤营向朝廷当中奏报 所以京城当中一下子传变 立刻传遍了全国 那么法场胡冤的到底是胡提安 还是王树文呢 当初的判决和盗犯 胡冤后的供词哪个是真的 河南官场为此争执不已 而所有的一切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盗犯认亲 而千里认亲 能不能成功呢 难道那些当初审案的各级官员 会善罢甘休 袖手盘观吗 而认亲的结果 又会认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请看下集 这一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未成年的土匪头子 被除斩前突然翻供 让作为原审官员的 屠宗营十分被动 可谓弄清事情真相 他还是彻查案件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朝廷却突然插手干预 随着新寻服的到来 这个即将弄清真相的案件 会不会受到影响 明天同一时间 为您讲述 主审官员 换人了